我们常听到有人说 厌过留声 人过留名 每一位政治人物或者是国家领导人 除了要面对执政时期的压力 心里头会更在意的就是百年之后 后代子孙要怎么样来评价他们 历史评价这个概念某种程度呢 就像是紧箍咒一样 约束规范每一位在舞台上 享有权利的人物 有人在世的时候 没有人敢说他一句不是 等到盖棺之后 却遭到了强烈的批评 像是慈禧太后 黑药人生前常常遭到了反对人士的辱骂 甚至是刺杀 不过死后呢 却是得到了举世的尊敬 像是解放黑奴的美国总统林肯 不过太在乎别人的评价 也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 领导人必须心有定见 事实的查纳雅言 如果因为在乎历史评价做事 恐怕会瞻前顾后 因为时代在变 价值观也在变 当人过世盖观以后的事情呢 真的也只能够笑骂任由人了 我是林一如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历史风云渐往之来 集聚锁定 热情追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